神的旨意显明 神的真实人的序话 两个旨意 一个是上帝主权性的旨意 一个是上帝显明的美意 主权性的美意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权的美意 就是上帝在他至上无高的权力里面 他拥有的 他要这样带领 整个宇宙 整个人类 这是他的权利 为什么他有这个权利呢 你问 因为他是创造一切 他是支配一切 他是知道一切的 所以他才有这个权利 如果你给我 如果按我的角度来讲 上帝 我跟你讲 你这样做不公平 你这样啊 我跟你说 这个坏人全部杀掉 这样才对 我跟你说 如果你做上帝 你杀掉了 三十年之后 你发现你杀错人 对不对 有时候杀了好人 上帝如果能够解除这个世界全部的贫穷 我是你的话 我就解除世界的贫穷 有些人讲 上帝为什么不要解除世界的贫穷 这么多 如果你这样解除了 可能三十年之后 你看到那些贫穷的人 忽然有钱了 变成一个犯罪的国家 犯罪的人群 然后那时候更糟糕 杀人 做很多的恶毒的事情 说哎呀 我真的不是上帝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上帝你是上帝 你创造一切 支配一切 你知道一切 这个一百年之后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你有主权性的旨意 那你的主权性的旨意 有时候在过程当中有苦难 有邪恶的存在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问 为什么上帝叫撒旦 你问这个东西 你回到天家你才问吧 为什么上帝不要阻止亚当下网 他就知道嘛 不要给他们吃这个 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以色列 就是让他们不要被盗 为什么上帝可以阻止 可以阻止 为什么上帝在我的苦难 不要现在马上解除 我们一直问上帝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各位说 这个主权性的旨意 the sovereign will 是对我们有限的人来讲 我们虚幻的人来 短暂的人来讲 我们只有主啊 你是信实的 我相信你的应许 万事互相效力 然后我仰望你的信实 我今天我这个苦难里面 这个苦难里面 怎么遵行你 荣耀你 这个是对上帝主权性的旨意 是这样 各位在听 第二 显明的旨意是什么 the revealed will 显明的旨意就是上帝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讲的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善良存全嘛 所以这个旨意一定有上帝公义道德的准则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上帝显明的旨意呢 OK 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嘛 对不对 我现在骂人也是 没有关系 我随便讲话 骂人也是上帝万事互相效力 不对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这个显明的旨意是现在 在这个时候 我讲出去的话 按着神的道 感动我 那个很圣洁的 道德的right thing 合意的 合意的那个旨意 我做出来 弟兄姐妹 这个旨意呢 the revealed will 是你现在 我们有义务要寻找的 你要寻找到 那个合意的那个旨意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然后当我行在里面的时候呢 我的心里面确定 我是遵行神的 主全新的旨意 你交给主 主要向你写明多少就多少 这是恩典 也对你有益处的 来向你写明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理智情感太薄弱了 如果上帝全部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有时候 神跟我们讲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接受 但是过了十年之后 我们终于接受了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判断神 那是他主全新的旨意 你不要跟上帝强罪 你接受他的良善 他的最终一定是好的 最终一定是天国的 最终爱他的人都会得益处的 Amen Amen 各位有苦难的 Amen这个话先 不要一直被自己的问题来痛苦 但是现在的Review Will 他向你写明的 OK 现在你在苦难里面 我告诉你 这位爱你的主 他现在怎么帮助你 你信靠他 你在软弱当中 你到教会来 每个人都有成就 你没有成就 你不要因为这个没有成就 看不起自己 主与你同在 主带领你到哪里 你就用 那个主的带领 按着主的带领 你做 上帝教你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个合一的 对不对 这样子 那最后你会看见神喜悦你 所以这个是两个旨意里面 各位 一个是交给主 一个是你有义务要寻找 听见他的声音 来跟从 这是我为大家祷告的 中文字幕进行